好 大家好 咱们这节课呢 来做一下咱们密码破解的另一种形式 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个抓包啊 呃 那么这次环境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三台训组啊 然后有一台训组机作为服务器 那么这台服务作为客户端 然后呢 还有一台咱们作为攻击方啊 也就是咱们刚刚使用过这个卡里操作系统啊 好首先来验证一下他们三个人的连通性啊 就这三台电脑的连通性 好拿咱们客户机啊 徽标加R打开CMD啊 去拼一下10点0点0点2 啊能够通信没问题 然后呢再去拼一下10点0点0点1啊 也没问题 再去拼一下10点0点0点3 好OK 那么三台训组连通正常 说明他们仨在同一个网络啊 那么还记得吗 咱们上一节课啊 做的是在03服务器上 在这个管理您的服务器里面 我们搭建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搭建了一个文件传输的一个协议的服务器 这个服务我们俗称的叫FTP 那我们来查看一下这个服务 现在有没有运行正常啊 这块它是自动检测 咱们当台服务器上安装了哪些服务啊 稍等一下 好OK 然后选择自定义配置 下一步咱们在这里面会看到服务的角色呢 咱们什么都些都是否只有这一个是是啊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里面装了应用程序服务器啊 下一步我们看看哦 这里面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 所以说你在点击的时候他告诉你是删除啊 删除卸载这个角色啊去销看一下 那我们这里面应用程序服务器呢搭建了哪些角色在这儿管理此应用程序的服务器里面可以看到 那这里面我们安装了IS啊 在本地计算机里面 你们会发现咱们这里面搭建了一个网站 然后还有FTP服务器啊 然后我们来拿客户端来验证一下是否能够正常访问啊 在访问FTP的时候我们有三种形式可以访问 那么第一种形式呢是在运行对话框里面输入FTP 10.0.0.2回车 来要求我们登录用用户名额密码的方式 那咱们一会呢就要抓取这个密码啊 然后密码咱们填123啊登录成功了啊登录成功 好把它先关闭关闭 然后呢咱们到卡里里面来10.0.0.3 那么他能够是跟谁他俩通信吗 10.0.1没问题是吧 那拼一下0.0.2因为他是3嘛啊 也没问题那这个时候呢说明咱们的网络是正常的 然后大家注意在咱们卡里操作系统当中呢 如果你去拼的话不结束他会一直拼下去啊 同等于咱们在咱们这个操作系统当中啊 CMD pin10.0.0.1加-T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不结束呢他不是默认发四个包了是一直发啊 一直发啊怎么结束呢按键盘的Ctrl加C键啊把它结束OK 那么到卡里上一样的道理可能就要自己结束 好了那这个现在就用不到了 嗯 然后大家注意看啊啊浏览器现在也用不到关闭啊关闭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大家看在卡里的应用程序里面啊 这里面有一个信息收集啊还有漏洞分析web程序啊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种工具 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要的工具在哪里怎么去找呢 大家看一下在这左侧的这个应用栏里面最下面有九个点啊 先合成脑袋那九个点是吧然后呢直接在这里面搜啊 WIRE VIRAL SHARK这个软件 那么他在应用程序里的哪位置呢就搜到我们点开就OK了啊 在应用程序里的有一个叫做秀探的那秀探 他就是专门在网络里面秀探这些数据包的一个工具啊 非常经典的一款啊VIRAL SHARK我们把它打开啊 好打开了之后呢里面的界面就是这样啊界面是这样 那么简单的说一下啊他这里面的功能是什么 然后大家看虽然都是英文的啊在大家练习练习 其实图标也是非常简单的绿色的啊这就是抓包啊 这就是抓包然后红色的很明显停止对吧 然后这个呢是重来啊刷新啊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怎么来使用它 大家仔细看在下面的这个栏里面有一个叫做interface list啊 那么这个选项卡的作用呢就是打开当前这台电脑连接了哪些网卡的一张列表啊 那这里面的作用就是说我要将这个列表里面的网卡看一下它的数据流量 我们点开啊你会发现我放大一些 那这里面连接了哪些网卡呢 然后大家等到咱们以后面学习Linux结束之后呢大家就非常熟了啊 那么这一块啊这一块你会发现它的网卡名称叫ETH0啊 然后IP地址呢就是咱们这个10.0.0.3啊 还有一个还回口啊这是做测试来用的啊 本地还回口它是127.0.0.1的IP啊这两个 然后还有两个U盘的那我们就不关心了 然后大家发现没有啊这里面没有流量啊暂时没有流量啊 那我们选中啊选中ETH0这个网卡 然后点击开始啊这个时候你看就有数据包在通过了啊 10.1跟10.2他俩之间有信息通过啊有信息通过 那么具体里面这这个大家发现里面好多好多的信息量是吧 那这个大家暂时先不用关心啊咱们后面会详细讲 在咱们网络协议当中这就是OSI的7层啊每层协议具体里面有哪些含义 咱们后面再详细的来说那我现在先给大家画一个图 它为什么能够抓到包呢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 好首先我画三台电脑 好这样那么也就意味着咱们左侧的呢这个我们使用的就是卡里操作系统 对吧然后呢中间这台呢咱们用的是Windows的XP啊 然后最右侧的咱们现在使用的是Windows Server平台的2003啊2003 然后呢我们现在正常的图境是他们三个啊 他们三个相当于都连接有图片消失了啊 来重新画一下啊啊 Ctrl加2 Ctrl加2我把画笔调出来啊三台电脑啊三台电脑 然后呢这个是卡里啊卡里这个是XP 那么这个是2003啊2003 那么他们三个人呢相当于都连接到了一台交换机上面啊 那这个咱们怎么看出来呢 因为咱们这个交换机这话都选的是VMNetNet2啊 所以说他们仨在一个网络里面来 那现在的意思是这样的啊 那我通过XP呢去跟咱们的Windows2003上的FTP去沟通啊 FTP去沟通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需要走到交换机上面 然后做转发 那么同样的道理啊 我现在卡里操作系统呢想要监听这里面的所有流量 那也就意味着我需要频繁的向这个交换机发送一些数据包啊 然后如果从这个数据包当中从这个交换机走过的流量呢 我们在网卡当中选择混杂模式的网卡 导致的结果就是所有的数据包都会被我抓取啊 都会被我抓取 抓取到了之后呢 我只是存放在我本地一个副本 并不是说我把数据截获了不让你通过 对吧 不是这意思啊 那也意味着我们这个就叫做秀探啊 就在秀秀探 那么大家一定记住环境必须是这样啊 你们必须在同一个网络内啊 如果说跨过路由器啊 或者跨着其他 那就得使用另一种办法了啊 那么咱这个叫本地的局域网内秀探啊 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啊 来我们来操作一下看这个技术是怎么实现的啊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现在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数据包没有多少对吧 然后咱们采用客户端啊 然后干什么呢 去跟对方发送一个FTP登录的消息啊 登录的消息确定啊 然后再看卡里啊 现在展示没反应啊 然后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啊 点击登录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抓到包啊 那么找卡里这里面来哎 大家看一下 那么刚刚呢 数据包已经走了很多啊 大家看数据包已经走了很多 那么如果我们这样一个一个来去看的话 就是稍微有点费时间了是吧 那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看 这里面有个搜索啊 搜索 我们可以搜FTP啊 然后先看FTP data 选中这个了之后呢 我们点回车啊 双机它 最大话啊 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什么东西呢 你就会发现我这里面发现了FTP data的数据 那也就意味着从FTP服务器上 我们看到了有一个一二三点T沙梯啊 并且后面也告诉了它的一个路径位置啊 那下面这个就是十六斤的值啊 那把它关掉先拨上它 然后呢 注意啊 我们把它改一下叫做FTP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 你就发现FTP的包里面很多啊 那么从这开始看是从10点0.0.2 向咱们一来回应的啊 那这时候给大家标记一下 这里面其中这是时间戳啊 这是时间戳 前面呢是序号 前面是序号 那这个是原IP地址这一列 然后这是目标IP地址 后面是协议啊 长度和一些缩略信息 那其中大家很明显的看得到 这抓到了用户名是什么 对吧 那么10点0.0.1 向10点0.0.2 去发送我要登录 登录什么信息的 用户名是Administrator 咱们把它放大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里面 咱们就抓到了它的一个用户名 大家看 这就是它的一个用户名啊 然后 然后那么再往下 是不是就跟人是平码了吧 然后大家看密码是123啊 而且这些都是明文显示的啊 都是明文显示的 然后咱们双击看一下 那么10.1 向10.2去发送啊 我要连接的一个数据包啊 然后呢密码啊 是123 那同样的道理 大家看一下 那么咱们再重新抓一下包啊 咱把它关闭 重新抓包啊 不保存 重新抓包 然后FTP什么都没有 咱们到客户端里面 重新登录一下啊 咱密码输一个321啊 登录啊 肯定登录不上对吧 然后大家看一下 抓到了是密码是321 看到了吧啊 停止 重新抓包 不更新啊 然后客户端 咱们发一个6666666啊 6个6 登录啊 肯定登录不上啊 然后大家发现了没有啊 很轻易的就将数据截后 那也就意味着大家看一下啊 那咱们的客户端 向咱们的2003去发出登录进求 对吧 然后我们的卡里呢 只要跟他在同一个网络啊 他就能截获你的数据包 但是他不做任何改变 我只干什么 我只看里面的内容 对吧 我们俗称这个就叫做秀探啊 那么其中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在这 那数据包的量很大 那这里面数据包的量抓包出来数据量会很大 所以说大家前提你看现在一直在通信啊 一直在啊 呃有数据包经过这个交换机啊 所以说我先把它停止 那么我们在找的时候 一定要善于用这个过滤搜索来搜索啊 你比如说搜各种协议啊 FTP了啊 或者什么TileNet了啊 这些协议啊 建议大家把这个以后啊 好好学一下这个协议就都记住了就OK了啊 啊 那么这个暴力那个修他密码啊 就先到这里 然后后面我们继续其他的课程